再有就是,你看啊,当初什么这个蒂姆邓肯呢,率领马赤 07年击败骑士啊,邓肯还私下耳语一反 说什么勒布朗·张普斯啊,你还年轻,对不对,不要着急,未来是你的 说白了,当时张普斯真说,不顾及邓肯的脸面的话,也可以立即予以回击 你忍不说你周围有GDP呢,对不对 你周围班底好,你看我身边,羞耻,对不对,场军应该十四五分吧 反正周围那几个什么德鲁股东之类的,常规才阶段没有一个,场军得分过十五的 我周围一帮龙套,你周围呢,两大未来的明人堂巨型 那你说我怎么跟你家呢,你说未来是我的 如果说我周围有好队友的话,现在有可能是我的 当然那会儿张普斯的本身技术有缺陷,这是一定的 但是周围的框架班底也确实不行 那会儿张普斯,所以周围两面看 那会儿蒂姆邓肯说了一把上句 这玩意就是,对手其实那会儿骑士,真是班底不太行 如果说2013年,马次队这要是赢了的话 这会儿蒂姆邓肯他这会儿要是再说,未来是你的 邓肯是绝对过硬的 而且这玩意,我就是调侃你,你都无力回击 那真是这样,2013年如果马次赢了的话 邓肯又上去而比了,未来是你的 咱们当时肯定是气炸了,但是你也无力回击 因为你已经组建三巨头了,我那块全是老将,你又败了 07年的时候,你是不是无话可讲了 你说当时你阵容不好,现在你还不好吗 如果是13年马次赢了,他可以这么讲 但是他没赢嘛 14年呢,韦德已经不行了 就是韦德你看不看到,根本起不到 跟张普斯并驾齐取的程度了 那会儿韦德,又底效,产量又不高 说白了是个累赘,当时韦德真是个累赘 你不要感觉那会儿的韦德又也是生龙活虎 我当年一版,岁月不饶人只能这么讲 14年的时候呢,韦德衰退的非常明显了 13年还没有那么距离 但是14年总决赛几乎没有作为,韦德 所以呢,那会儿他就不是说特别恰当 13年的话,邓恳如果赢了,他可以说一把上军 这是彻底说一把上军 但是14年也差点 14年多少也差点 韦德衰退迹象非常明显 而且对内呢,环境啊 你包括这个米勒之类的,也都被送走了嘛 当时那个阶段 就是詹姆斯多少心态上也略微发生一定的改变 说实话,热火当时做的最错的一个炒作就是送走米勒 有作为,总决赛单脚,不是单脚 没穿鞋情况之下,应该是单场命中奇迹三个原色 就是这事搁今天啊 总决赛谁要是单场命中七个原色的话 绝对上头条 就是无论是湖人还是这个热火 一场比赛我命中七个 总决赛啊,立马上头条 这是怎样 更何况当年 就是那会儿三分单场命中记录 我要是北极说应该12个还是13个 后来才陆续被迫的 那个阶段联盟三分球没有投的火力这么旺盛的 一名球员单场投进这么多呀 外界会给予极高的赞美 你别说当时今天湖人队哪个球员 真说站出来单场七个三分 下台机几乎留定了 就阵容当中了 能放走吗 轻易不会放 放走的话球迷也得炸锅 那你像丹尼格林一场投那么几个 外界都说什么 丹尼格林大场面线上的 那会儿米勒更应该进行储备 但是很遗憾最终放走了 就是为了省点钱 这样一来就死得呢 詹姆斯就会感觉自己当初将心都白下了 就是纯粹为球迷省钱的 不是为正容添砖加瓦的 挺泄气 你就不应该这么做 所以考虑到热火当时的这种态度 最终詹姆斯出走呢 也是情有可原 点赞加关注 感谢您的支持